大陸人气偶像蔡徐坤过去参加偶像练习生后 知名度就不断飙升 如今更是拥有顶流男神的地位 没想到26日她却被爆出的女生怀孕 还逼堕胎的消息 直接冲上热搜形象大崩坏 大陆娱乐狗在推理军江小燕26日 直接点名爆料蔡徐坤逼女堕胎 还晒出女方提供的病例记录 狗仔指出蔡和新女是在2021年 在聚会中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隔天凌晨就立马发生性行为 当新女发现自己怀孕告知蔡徐坤时 蔡徐坤竟要求她堕胎 而且还是她独自到医院打胎的 之后更可怕的是 蔡徐坤的妈妈在得知诊件事后 即使知道儿子没做保护措施 还是认为新女是想要敲诈自己儿子 我觉得她也不会这么快答应就直接去的 然后取现金 比方是10万20万现金 但是呢你没必要一次性给她那么多 这个东西呢但是确实像现在 就是彼此都没有新人打 她一方面联系新女想要讨论赔偿 一方面又派私人侦探跟踪新女 并在她家门口非法安装真控 蔡姆甚至还怀疑让新女怀孕的是别人 并非蔡徐坤给新女士带来了极大伤害 面对一连串的指控 狗仔也转述蔡徐坤 方低时间对媒体的回应 竟是表示不知情 接着就挂掉电话 希望她能尽快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